每日神话 注重人的恩赐 注重人的才干与知识 他们也注重一些超然的东西 与许多高深不现实的道理 他们并不注重人的性情变化 而是注重培训人的讲道与做工能力 提高人的知识与丰富的宗教道理 并不注重人的性情变化如何 与人所明白的真理如何 对人的实质 他们丝毫不过问 更不掌握人的正常情形与不正常情形 他们不回击人的观念 也不揭示人的观念 更不修理人的不足败坏之处 跟随他们的人 多数都是在恩赐中侍奉 所释放出来的都是宗教观念 神学理论的东西 与现实脱节 根本不能让人得着生命 他们做工的实质 其实就是培养人才 将一个一无所有的人 培养成一个神学院毕业的高材生 之后再去做工去带领 神做工六千年 你能摸着规律吗? 人做的工作规条多 人的大脑太窍条 所以人所发表出来的 也是人所有经历范围中的 一些认识与体会 人并不能发表出 这些东西以外的东西 人有经历或认识 并不是出于先天的恩赐 或出于人的本能 而是因着神的带领 与神直接的牧养 人只有接受这些牧养的器官 并没有直接发表 神性所示的器官 人并不能做源头 只能做接受源头之水的器皿 这是人的本能 是作为人所该有的器官 人若失去了接受神话的器官 失去了人的本能 那人也就失去了最宝贵的东西 失去了一个受造的人的本分 人若在神的话上 做工上没有认识 没有经历 那人就没有了自己的本分 失去了一个受造之物 该尽的本分 也失去了一个受造之物的尊严 神发表神性的所示 这是神的本能 无论是在肉身发表 还是灵直接发表 这是神的职份 人在神的做工中或做工后 发表人自己的经历或认识 这乃是人的本能 是人的本分 是人应该达到的 尽管人的发表 远远不及神的发表 而且人的发表 又有诸多的规条 但人该有的本分 人务必得尽到 人该做的 人务必得做到 对于尽本分 人应该做到 人至义尽 不应有丝毫的保留